港交所第一次启动打风不停市 早早在8号讯号之下 只有4间证券行无营业 大部分证券行都如常运作 股民继续买卖股票 政府就形容市场运作畅信 标志香港金融市场的里程碑 欢迎收看时事多面看 打风不停市在9月落实以来 今次是第一次在开市期间打风 港交所就说完成测试和市场演习之后 超过9成9的证券市场参与者 在恶劣天气之下可以维持运作 而券商和股民又有些什么特别安排呢 早早9点半开市之前 上环这间大型证券公司 部分员工在8号列封或者暴风讯号之下 回到办公室做准备 除了客户服务 会计等后勤部门 涉及交易买卖的部门人员 也都准时上班 资讯科技人员也都回到来 确保系统运作正常 正式开市了 电话响不停 大批散户打电话落盘 竞技随即处理各类买卖 今次是港交所9月落实 恶劣天气不停市安排之后首次启动措施 期货会有分本地和外国 做了几次演练 确保打风不停市是顺利进行的 我自己大胆地说 脱离的机会是没有的 交易系统很老实说 它就不懂得分辨 今天是不是暴风球 或者是下雨 或者是黑雨 只不过你的系统 你不去stop了买卖 后就早已经是用那些电子支付 去给钱我们 就算银行没有开都没关系 除了协助客户购买本港股票之外 也会买卖环球股票 和各类衍生工具 许逆斌认为打风不停市 长远对股票市场有利 如果因为打风不开市 印花税又会损失 政府库房又会损失 其实很多东西是因为 这个历史性时刻 开了之后往后 其实对香港经济 百利而无一害 当然很多东西就走多一步 做多一日生意 这间纵营证券公司 旗下有100多个员工 大部分同事都安排在家工作 只有大约30个同事 在8号风球之下回来公司 IT那边 因为怕可能网络 技术方面可能会有什么问题 所以怎样都会有相关的同事 特别最重要就是盘房那边 因为要帮客户买卖 所以也会有很多同事都会如常上班 至于相对地 不是太即时需要处理的那些 例如会计 或者交收那方面 我们就不需要安排 一定要每一个同事都要上班 相反可以work from home 他说星期三天文台预告8号风球 至少维持到10点 即是确定会启动打风不停市之后 公司已经随即提醒客户 会有特别的安排 有股民为了留意市况 8号风球下也都一早起床 我今天都7点半起床 7点半起床 所以都是要留意 现在是没有停市 但是你又不需要上班 有机会多些留意投资市场 例如某个股票 或者某些政策的分析 都是对投资有利的 变成多了这些资讯 对你的决定 都是有利的 变成整体来说 你多些时间考虑 他说自己主要投资内地及美国股票 虽然他最终没有在打风期间落盘 但是他相信 打风不停市的措施 只可以便利到股民 有些有利的消息 想买货 你买不到 都是一个损失量的 港交所说 完成测试和市场演习之后 超过99% 政券市场参与者 在恶劣天气之下 可以维持运作 只有四间政券行 未能准备就绪 有业界认为 部分中小型代理行 对打风上班有顾虑 都有不少中型的金融集团都跟我反映 曾经向有关的单位寻求协助 在保险那里 因为他们说市面有保险 可以支援到打风这方面 保险公司那里 是不是真的有书面那里明白呢 如果保押也都保不足的话 当然是由雇主那里去承担这个问题 所以这方面我们都比较关注这方面的事情 多些 朝早9点半开市 直至天文台10点20分 改发3号强风讯号 打风不停市的安排 维持了大约40分钟 陈志华说 没有收到出问题的个案 始终今天的风不是那麽重要的事情 未必会见到增长的 还可以 若干程度上都可以做到应急的情况 状况暂时都OK的 不过就会不会有其他券商出了市 未知呢 暂时就未收到消息的 不过因为之前已经做了多轮的召集 有很多要等待真正的恶劣天气情况出现 才看到增长 近日港股半日成交额每日都有过千亿 而首次打风不停市之下 半日的成交额就有近815亿 虽然成交额略低于平均 但是财富局局长 不论是从系统上 人事安排 和整体的营运各方面 昨日和今天我收到的讯息来说 都是整体运作顺利的 暂时也没有任何一些重大的事故发生 财富局又说 措施顺利落实 有助香港市场进一步和国际接轨 提升市场活动和竞争力 不过李维宏认为 打风期间开市 在实体支票的处理上 仍然有进步的空间 因为很多的行家券商 其实都已经有一些电子付款方式 和券商和家务所的层面对接 很多券商的背后的客户 未必个个都能够以一些电子付款方式 但是为了便利客户的体验 其实可以检讨 看看如何在局方的层面 也好在业界的层面 这些实体支票处理 希望可以提升一下 他亦都期望 政府加强对中小型证券公司的支援 令到业界可以在恶劣天气之下 更好感服务本地 甚至是海外的投资者 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说 可以帮助到我们一方面 和国际接轨 从国际投资者的角度来说 我们能够在打风不停市 仍然可以继续交易的话 会对这些环球投资者 可以做到更好的一些投资 对冲各方面的安排 可以发挥到我们 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 时事多面看今集时间够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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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